Hello 大家好 SATOS今天要来抽最新的格斗家 Mr.Karlate 空手到先送 这个空手到先送其实是 板旗托马 这个板旗亮的老爸 来看一下这个帅气的天狗 空手到先送 其实认识他的人不是太多了 他是这个板旗托马 戴上基斯 那个安排 四季的天狗面具就变成了这个 空手到先送 先来用这个银币抽一下 听说这个 空手到先送很强了特别在这个PVP里面 所以今天决定要 把他抽出来 好第抽 红色洗手还算不错 哇水了水了水了两颗 两颗有火焰的啦 第五颗跟第六颗啦 都是有火焰的啦 好第3 4 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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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不懂日文看英文都可以了吧 Mr Karate 水啦 第1颗就出来了 棒 真的很棒这个水 哇这个 空手到先送啊 PVP里面应该是很强的啦看他的技能 水 对第1抽就出来 好再来第六颗 这个祭司 还不错这个祭司啊还不错 这个机体也很缺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不行啦这也太短了吧 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不行啦 好那 那 这个空手到先送啊 我已经把它抽出来 那来抽他的 这个特殊卡好了 好刚刚已经把这个空手到先送抽出来 现在决定来抽一下这个特殊卡 特殊卡方面是有分两张啦 一张是 3PG的 另外一张是 5PG 这个3PG的好像是 这个鬼神级 这个武器的就是这个 霸王制高权 好 Skogate 好第1抽 开出一张这个 6星的套装卡啦 好 睡 来一张这个 最新的套装卡 这个身份不明 这个最新的套装卡 真的很赞啦 特别配搭一些 可以重置技能的工作家 基本上算是一张 呃 逆天的 套装卡啦 好 来抽这个 第2抽 空手道先生 他的一技能是可以重置的 这个 虎王拳 好有一张红色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呃 最新这个 观察者 这个 这个 套装卡 配搭这个 空手道先生 应该是 最好的选择 好结果来一张 罗莉金啦 还好 这一张我 是没有了 好抽到也不错 最近抽这个 战斗卡 我算是 很歐啦 开出来的 基本上都有 这个六星的 所以 目前这个六星的 战斗卡我算是 不太缺啦 但是结果他还是一直来 看到没有 又来一张啦 好了看一下 好幸福套装 怎么我感觉最近 往时啊 变得特别火星了 这个 六星的套装卡一直出来啊 而且还是这个 最强的 身份不明的观察者 还有这个幸福套装一直出来啦 睡睡睡睡睡 三张 其中 我睡啦 第一张出来了 这个 这个是3pg的特殊卡啦 睡睡睡睡 好那今天这个 人也抽到了 这个特殊卡也抽到了 好 还有两张 其中一张是 六星咯 哎 这个往时最近 变得特别火星啦 没有跟 没有 帮他打广告啦 睡啦看到没有 这个身份不明的观察者 又出来了 好那现在已经有两套这个 最新的套装卡 今天还算是蛮欧的哦 这个 3pg跟这个人物 都算是蛮轻松的抽到了 好来看一下空手道先生他的核心 跟这个技能 核心方面 主要是 可以增加30% 集气量的 这个核心 是攻击型格德加里面算是特别强啦 好另外 能打当我吗 这个核心 身上带有火伤出血状态的时候被敌人攻击 会有3秒钟的霸体 另外 火伤出血效果 可以反射20%给敌人 冷却时间是10秒钟 PVP专用效果 持续伤害爆破的时候 会有3秒钟这个免疫所有的伤害 这个是特别有用啦 特别对上这个 爪巴 还基斯啊 克里斯啊 这些 这个爆破状态 爆破啊 是特别伤啦 所以这个核心可以免疫这个 伤害 PVP对打的时候 这个核心还算是蛮容易触发 并且它是有3秒钟 免疫这个伤害嘛 所以被打的时候 还算是蛮有用的 最后一个核心 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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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防御状态的时候啊 每0.3秒 可以增加 0.8%的气量 另外 PV专用效果 被敌人攻击的时候 可以减少对方4%的气量 冷却时间是5秒钟 这个核心比那个 演唱会的库拉还要夸张啦 他0.3秒就可以增加 这个0.8%的气量 如果按这样算 基本上1秒钟可以 回复这个 2.4%的气量啦 来看一下技能组方面 也是超夸张的哦 1技能 虎王拳 造成 7171%的伤害 技能命中的时候有50%的几率可以重置技能 冷却时间15秒 技能命中的时候也有70%的几率可以破防 他本身技能的冷却时间是10.9秒算是蛮短的 这个技能重置还有破防的效果 特别配搭他是一招看不到的 这个涨风型的技能 在PVP对打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 他发动技能你看不到这个 涨风飞过来 而且他是破防的 2技能 这个 翔乱角EX 造成攻击力703%的伤害 在3秒钟之内会有这个 极限护甲 另外7秒钟之内可以增加这个贯穿力1000 技能冷却时间10.3秒算是蛮短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2技能是一招 这个投技啊 所以他也是不能够防御的 他配搭这个1技能算是蛮强的啦 两招技能是不能够防御 1技能可以重置 2技能还有这个极限护甲 3技能飞映 直风 脚EX 造成攻击力768%的伤害 7秒钟之内 增加攻击力30% PVP对打的时候 技能 命中啊包含这个防御啊 在4秒钟之内是风子这个翻滚啦 还附带被打可以强行反击的效果 技能的冷却时间是10.7秒 真的很赞啦 他的技能组都是特别强啦 核心方面我个人觉得是 特别 适合去打这个PVP 我个人很推荐 我个人很推荐 这个格斗家 配搭这个 身份不明的 套装卡 第一可以重置这个技能啊 并且这个伤害啊这个攻击力也算是 蛮高的啦 熟性卡方面是 配搭这个 减少 技能冷却时间的 好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空手道先生到底有多夸张 一技能是看不到的掌风型技能 他还算是蛮强的啦 可以挖地啊 把地上的 敌人挖起来再打 二技能带有这个 极限护甲 三技能还可以封印对方 这个风滚的 动作4秒钟 这招是 3PG的 特殊卡 可以看到 他在防御状态之下 是可以 回复这个 气量啦 我 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一秒钟大概是可以回到 2.5%的气量啦 这也太夸张了 这个机器的速度 而且他出招的速度也是超快的 比这个板气量还要夸张 好 3PG的大招 Sou Liu Keng 他普攻的速度也算是蛮快的 技能的 技能这个 击接也是很流畅 如果配搭这个 可以重置技能的 套装卡 基本上是 随便接啦 机器的速度也是很夸张 3PG的 大招是很容易 可以使用啦 2技能带有这个极限护甲 还可以取消接这个普攻 三段无限连啦 1技能长风行的 技能 他是看不到 而且这个距离也算算是蛮长的 我觉得在PV对打的时候基本上接到一套 是应该 一套带走啦 比这个 紫燕还要夸张啦 他可以封锁这个翻滚的动作 技能这个浮空的能力也算是蛮强的 然后2技能接3技能 再接 梳 6 K 这一只啊 我觉得很帅气 技能也算是蛮强的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去 抽一只啦 而且我觉得最近呢 往时算是蛮佛心的 这个几率好像有调高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